圣德高僧门的重要答复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回复求证者们的提问 农历正月十三 第十三道答案 南摩第三世多结枪佛 没有内密坛场 目前美国没有一所 具两大法规的内密坛场 据我们所知 第四世多族亲吐登成立 华桑坡大法王 旺杂上尊和另外四段金扣的 巨圣德能做真正的内密贯定 但目前在美国 中国还没有建成内密坛场 我们没有听说过当今其他中派的法王 建成功过真正符合法规的内密坛场 因为现在没有内密坛场了 所以灌不了真正的内密地 总之不到三段金扣的任何大法王 没有一个有本事做得到在符合两大法规的内密坛场 做真正内密贯定 有佛弟子说 卧财不笨呢 我是学佛 不是要内密贯定 那么第三世多结枪佛都说了的 学佛有很多法门都能成就 我学其他法门一样成就 这位弟子说的正确 可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其他任何佛法都能成就 这是正确的 可是你却忘了释迦佛陀的说法 要成就解脱要经过三大二生起结 而且还必须要广修六度万恨才能成就 唯一只有得到内密贯定 才能学到七世成就或三世成就 或者今生成就 乃至当下清见佛菩萨本尊得成就的大法 除了内密贯定学法 其他任何佛法修持都办不到 其他法门都要经三大二生起结 广修六度万恨 要三十八亿四千万年才能成就 如果在这三十八亿四千万年中 六度万恨修得不如法 还成就不了 你们懂了吗 你还觉得不笨吗 明确告诉你们 除了内密贯定难及修渐进正圣 别无他们 至于南无第三世多结枪佛说他那里是一切宗派平等 因为他是佛陀佛教不是宗派教 一碗水在佛陀手中不端平吗 能说哪一宗派高哪一宗派低 哪一宗派快哪一宗派慢吗 如果旺杀上尊不受到僵佛的内密进行灌点 还挣不到三段多金扣呢 旺杀上尊去年已经公布 要在美国公开建一个符合两大法规的内密坛场 但在宋菩萨意表上还没有百分之百把握 可是他确保万一是遇到这种情况 将恭请四段金扣玉尊出面协助建坛送菩萨意表 你们说得对 旺杂上尊每次接待高僧大德 大家见到他的形象都完全不同 而且上尊曾经用一根手指施灼火钉 为金刚宝座室的侍主扎西佐玛仁波妾处葬 手指的火温把扎西佐玛仁波妾烧叫了 用手掌摸马仓寺的侍主松洁活佛的头顶 松洁活佛当下烧垮架 投出功德密 莫知教尊与上尊比灼火功 也被上尊烧败正 上尊的道行非常深厚 建成内密坛肠是毫无问题的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待大圣德们执笔回答提问 2018年2月28日